天咧 這不是布魯可的 營養版第四代特點嗎 據說人物新增新工藝 哇 卡姐的邊紙還是能動的 這也太帥了吧 糟糕 不小心掉下去了 而且 現在好像有好多布魯可的肌肉 哇塞 為你趕快下去 等一個剪啦 剛才是掉這裡來了嗎 哇 感覺還真是多啊 先來看看特點 哇塞 果然沒被剪 不過 掉歪了一個腳啊 哇 這裡還有一個 群青版的第六代嗎 哇 沒被開過的 隱藏款 可是神秘之奧啊 這一個呢 被開過了的 那這一邊呢 這是被開過的嗎 有東西喔 哇 這是什麼啊 我的天 我看看 原來是一個賽文的解壓人偶 我的天啊 這一邊呢 這裡還有一個 是群青版第五代喔 我看一下 哇 這可以啊 隱藏款可是只有打天爪唷 太爽了 等我拿回去 把他們通通拆掉 最近壓力大 還撿到一個賽文哥 太爽了 好解壓啊 這麼緊接著 來看看 哇 我們撿到了什麼節目 來看看來看看 來個隱藏款吧 欸 哇 這個超帥的 我們撿到核打 Gamma未來啊 那群青六代 該給我的賽家了吧 賽家 賽家 蛤 這是我們的宇宙 該六子 代拿啊 哇 能拿到兩個奧特曼 這不錯了呀 難道這個代拿 是我們的Gamma未來 召喚出來的啊 那我緊接著來看看 我們的永藥版 希望沒有被摔壞啊 哇 怎麼說 沒想到盒子的質量 都這麼好啊 哇 超帥的保護盒風味 我們先來看看 黑暗特曼 哇 這不開故事到 一台嚇一跳啊 這最會完美的玉圖裝 還勾上了黑線 小腿部分和原版對比啊 是有改進的唷 多數的腿甲更完原了呀 黑暗特曼 再加上特點一台 特點就是宇宙不同啊 緊接著我們來看看卡捷 接著兩包零件 加上可動鞭子 和皮質飄彈 哇 這應該是今年最好的特點了吧 這特點 似乎是全新改版一樣啊 喔 卡路密拉 哇 不單是飄帶啊 哇 塗裝也是超級加倍 這台是頭像簽名 這台是初登場的火星背景啊 這也太懂心了吧 超越千萬年的等待 只為此刻洩露 哇 這布魯格的永藥版第四彈 黑暗特曼加與卡路密拉 同分啊